Hello 大家好 我是陶鸡公 今天是3月31号 也是封城的第69天 距离4月8号 还有8天 我们摆在那里 买了那个热干面了 刚才那个那把剑里也有看 就是这个呢 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很确定了 它就是上面有两个正方形 下面一个短长方形 然后再一个短长方形 再把它安装上去 小泽 你这是电视看多了吗 你在跟谁说话 这就是 这就骗了 昨天去买的热干面 其实昨天晚上就想吃 但是呢 我们这里热干面一般是早上吃 现在 有个老婆把它做成热干面 我们早上吃热干面 加淡酒 还加一个淡酒 现在开始做 两边的水都烧上 这个的水是我们待会烫淡酒 这个就烫热干面 沉过后 开火 开火 小葱洗一下 热干面必须要吃小葱 主要是要吃葱叶 那不一定呢 不喜欢吃小葱的人还不够吃 但是 我们都爱吃 你要吃葱白 我热干面还是葱叶吧 放在手里下 哎 我这切的这么碎摸摸的 这么小的葱 我都能吃 我们现在来用葱和蒜 调一点儿卤水 我叫你葱 葱和蒜 葱姜蒜 老是选 葱片 葱和蒜 切两片 好 加点温水 水马上就要开了,准备开水烫蛋酒 倒入开水之后不要搅拌 搅拌之后容易花,蛋花容易花,就让它自己凝结一下 好,现在加入白砂糖 糖太少了,一会儿没甜味知道吧 太少了,继续加 继续加,你真的是这么爱吃糖 好,不是,加少了根本就没味道 现在拿米酒 这个米酒是这个蛋酒的灵魂 一碗一勺 两勺 想多喝点米酒是吧 好,再加 你别炒,一会儿我们自己炒 不是的,不来吃,一会儿那个蛋花散了 好,蛋酒就做好了 三碗,我们三个人一人一碗 锅里的水开了,现在把热蛋面拿出来 热个面的话,我们都是放到冰箱里的零度保鲜在 我们就一碗一碗的烫吧 这一份给你 因为这个,这个是碱面 这个面的话本身就是熟的 然后而且也是有,也是有油在里面的 所以在水里面差不多用开水烫个十来秒就够了 好了,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装到漏勺 你直接用漏勺去把它兜出来不就完了吗 是哦 好,不能 加盐 加入鸡精 加入味精 哎,倒不出来啊 你倒在手上吧 我手有水,都沾着 一会儿你不知道倒了多少 加入适量的香油 香油 嗯,再倒一点吧,你的面子 倒 生抽 酱油给一点 倒入芝麻酱 撒入葱花 蒜水 加入蒜水 给你多加点,好吧 酱油 酱油 你来,一碗 聞一下 嗯,真香 真香 就是没有萝卜丁,三豆茄丁 嗯 嗯 没有就弄点这个吧 酸辣椒吧 好 一样的 这是之前腌制的吧 嗯 我要开动了 好 半酒小心啊 第一次吃热干面 这么久 你尝尝盐怎么样 盐正好 这个热面稍微烫久了一点 对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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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碗食物还是够 我带着烫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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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 哎呦 我看了我都想吃 这是有点辣 淡酒不错就是糖放少一点 我再给你补点糖 不是也许可能糖都还没化了 现在化了蛮好 化了好多了 吃了没有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两个多月没有过的饮终于过了 我来用个碗给你 你给我来搅拌把醉酒再喝汤 这么大一碗 本来用那个碗给他装 吃饭的碗给他装的 结果这个碗我怕搅不开 刚才这碗你给小泽分吧 他吃的碗 我吃不完的汤这么多 哪个多 这汤一碗汤 这个吃不吃得完 吃得完 只要是不喝这么多汤的话 汤那你留在那里吧 那你先吃这个 小泽你没有闷牙 你是怎么把面条咬断的 那我左边和右边 你傻呀你不知道 我旁边不就有牙齿吗 一堆到我牙齿里面的话 门牙中把这个咬断 我都给的水比较多 看 烫了 小泽你边吃边喝是吧 是的 这个太干了 是不是你也觉得干 这上面越放越干 小泽他没有门牙 他是用左右两边的牙齿 把烫干面咬断着 他门牙已经长出来好多了 但是不能用了 现在不要用门牙 现在它还是小牙齿 你用它它到时候长不高的 这一口太大了 我立即看了 我要反败为神 你这果然吃了热干面 就是劲那呀 你们扳手腕吗 对啊 他吃了热干面 他也跟我比 早上在床上他没吃饭 我一下子就把他给打败了 我要反败为神 哇塞 你这吃了热干面呢 我看你吃了多少 来个多少元 肚子胖那么大 好 今天我吃了一个肚子胖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涛鸡仔 拜拜 拜拜 拜拜